爱德华带着无敌小剪刀闪亮登场 今天就来给大家讲讲关小彤的新剧 耳食不惑 她在剧中饰演了一个高龙女神 在社会上已经鱿鱼得水 拔面玲珑 再加上这一长相 这一身材 在学校里肯定少不了追求者 但人凉爽早就在校外找了一个富二代的男朋友 可把宿舍的同学们羡慕坏了 她这种傲娇又毒舌的美女 和同学们处的肯定不咋的 再加上这人还说话得理不饶人的 有谁愿意和她做朋友 之后天有不测风云 关小彤的富二代男友还出轨了 这对她来说简直就是潜天霹雳 毕竟咱们普通人是个脸 还得难受好待一会儿呢 小编原本冲着关小彤和李更熙来看电视剧 没想到他们俩却都是个配角 编剧剧中在即将步入社会的四个女大学生 并且非常自然的拉紧了和观众的距离 而且剧情非常的真实 梁爽这种性格的就是缺少社会上的打击和友情 经过了男朋友的背叛之后 她却获得了同学们之间的关爱 这也是一个因祸得福的事情 20岁的年轻人是不断探索和奋斗的时期 他们组合大无畏精神 也会走不少的弯路 寝室就是一个小集体 更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梁爽还未出场的时候 就被江小国等人念叨着千万别回来 就连寝室的WiFi密码 都是梁爽千万别回来的子母手拼 等到梁爽回来 指高气昂的问室友要密码的时候 李更熙沈恩的罗页 又把改成了以后我们都没有好日子 由此可见这梁爽有多么不招人待见 大家都吐槽他 为什么放着大房子不住 要回宿舍 梁爽却非常淡定的摇了密码 关灯睡觉 之后男朋友陈卓就和他求婚了 这一切都是甜蜜的戏码 没想到这个闪闪亮亮的大钻剑 竟然不是给自己准备的 一切都是梁爽自作多情 陈卓早就变姓有别人了 知道这件事情后 梁爽内还忍得了 看他不把这对狗男女 教训的落花流水 剧中关小彤被渣男劈腿 气得他找到陈卓正面硬刚 不仅砸了富豪前男友的婚礼 还当众就给了他一耳光 这样的爽姐真的是帅诈了 陈卓的渣男语录再一次成为了经典 就这样的海王 扇他一巴掌都是轻的了 真认为梁爽没有你就不能活了 还是怎么着 他长得这么好看又这么时尚 不仅是女孩子们心中的女神 更是被很多的男孩子喜欢 经过了这次打击之后 梁爽也有了一次成长 毕竟失恋也是青春里最同侧心扉的 只有经历过打击 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 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还请记得在评论处留言分享呀 我们下期再见啦